前度高溫融成鐵水 再倒入重模當中 融爐過程得忍受高溫 四眼火光 跟著鏡頭我們來到全台最大拔門場 製成秘星罕見曝光 歷經造模 噴砂 打磨等步驟 這是鑄造廠的SOP 位在桃園觀音的這家工廠 是房門產業鏈的最上游 將各式零件拼裝組合 各類房門的雛形也跟著誕生 房門要耐用得先過這一關 依功能性進行強度測試 防洩漏率等等 還有這個環節絕對不能少 各類高壓測驗 模擬火警發生時 能否耐得住高溫 或零下結凍的狀態 製作 組裝 測試 無程式管理等等 一條籠包板 但講到閥門 可能很多人有點陌生 簡單來說 閥門就是替流體 氣體滾路出送的控制元件 具有開啟 關閉 調節等功能 生活中的水龍頭 瓦斯 消防栓等 都是利用閥門的原力 不只日常生活 在工業上更被廣泛運用 像這款巨型拔門 直徑長達兩敏四 運用在發電廠 台速 台積電 中鋼 中油等 全台前五百大製造業 都是他們的客戶 更外銷到全球將近四十個國家 這歸狂戰機可是花了四十年 打下的江山 客人對我們這剛出道的小伙子 也沒有信心 所以我們就是從這個服務做起 那麼我們就幫客人修理 他們那些進口拔門 慢慢取得客戶的信任 聊起創業點滴 似乎還歷歷在目 他是拔門大廠的董事長楊大中 一九八零年 攜手專科同學 朋友 四個人一起創業 從事這個行業都是 就是我們講所謂的歐秋 都只知其籃不知其所以籃 那我們這一群股東 大部分都是學工的 我們一定要有設計部門 只是想要突圍 得跟今夜對手做出區別 扭轉大眾對拔門的既定印象 以我們公司目前來做 最大的做到三米四 那你要做 做求罰的話 那那個可能就是天價 國際上拔門有求罰跟疊罰 兩大主流 當年以求罰為大宗 但他們認為疊罰材質輕便 適合發展大尺寸的拔門 剛好搭上台灣經濟起飛時期 石化造船的產業興起都有需求 搶下先機 創業的第一仗打得還算漂亮 美國 歐洲就跟我們買 那我們是事實上是由外銷做起 那麼有一些知名度以後 國內的企業才肯跟我們購買 事業找到切入點 但該如何懶客 四位創本人當中 唯一的女性也發揮女力的任性 原先是不願意見我們 都覺得都一樣 天下的烏鴉都一般黑 那就透過這樣子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不斷地去介紹 為了公敬原本 只有歐美拔門的台宿集團 營運長 錢佩玲 整整花了四年 每週到台宿 各場需拜訪 他從不認為 在工業界 旅行吃香 反而更努力 我也搬了三十幾公斤的拔 然後到廚房 但這造成我現在的職業傷害 四位創辦人 除了有一位女性擔任潤華季 莫董事長陳兵超 跟總經理陳宗曉 則是親兄弟 同學 兄弟 朋友間 一起拼事業 溝通也是另一項挑戰 跟董事長拍桌 我說拍完了 我什麼話都沒有說我就走了 有時候有朋友 有訪客來 聽到我們在 關在會議室裡面 在為了某一些事情 在爭議的時候 他們認為說我們大概要採火 可是他沒有想到 十年了也沒拆 二十年也沒拆 三十年也沒拆 甚至四十年也沒拆 相處找到平衡點 只是大天下貪和容易 創業第七年 因為當時核心技術外包 平管不穩定 一度因為產品漏水 遭求償一百萬美金 重甩一交 百分之百測試是通過的 結果就在貨匯裡面的高溫 走到澳洲 就這一段時間走過去以後 它產生快速老化 當然那邊客戶是很不高興的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剛所談到的 那個一百萬的教訓 我們所創立的橡膠部門 一百萬美金的教訓 讓他們決定將痛點轉為改革契機 核心裝置以自製取代外包 平管自己把關 逐漸站穩腳步 本來要丟掉那一籃 後來我們自己全面整修 整修完整 四位創辦人一起走過四十個年頭 是戰友 是朋友 更像家人 拔門 工廠裡不起眼的配角 卻是不可或缺的腰腳 四個人一同抓住配角商機 打入製造業工目鏈 也開啟與眾不同的一扇門